食物香客是民间流行的一种关于饮食禁忌的说法 近来各种以食物香客为内容的图书很长销 这些打着食物香客旗号的图书质量良有不齐 可信性令人怀疑 记者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采访时发现 在生活类畅销书排行榜上 食物香客类图书占到了四种 除了榜上有名的四种外 以食物香客为主题的图书有几十种之多 每本书所列出的香客搭配 动辄有几百种 有的甚至号称一千种 这类书大都是图文并茂 很受读者欢迎 食物香客类图书销售好的品种 它的每周销量可以达到三百分以上 并且同类的新书出书率是非常高的 所谓食物香客是指食物与食物功效发生冲突 有害健康的民间说法 记者发现 目前市面上流行的此类图书 有关食物香客的说法可谓五花板门 蜂蜜和豆腐花会引起耳聋 土豆和香雀会长雀斑 巧克力和牛奶会头发干枯 发育缓慢 茶叶和鸡蛋会刺激胃 肉和羊眉同时严重会死亡 狗肉和绿豆同时会胀破肚皮 吃空心菜三两颗可以治愈 除此之外 大蒜和狗肉 黄豆和猪肉 小葱和豆腐 豆腐和盐 西红柿和黄瓜 这些家常菜中常见的搭配 无一例外的都在香客的行列 而书中对造成香客的原理却含糊不清 记者发现 市面上销售的食物香客图书 大都是以编转名义出版的 但并没有任何有关编者身份 和专业资质的介绍 有的仅惯以本书编委会 或某文化公司的名头 而书中的内容更是各执一词 没有统一的说法 比如有的称猪肉和田螺同时会伤肠胃 有的却称会脱眉毛 可吃绿豆防治 专家介绍 中医讲究饮食禁忌是根据季节 环境 个体的差异合理选择和搭配食物 并没有食物相克这一理论 两种食物搭在一起去 发生化学反应 肠上可能会有的会出现呢 在吸收率上降低了 那么不容易吸收 或者给胃肠带来一些负担 专家同时指出 日常饮食中应该提倡 食物多样化和营养均衡 而不必过分迷信 所谓食物相克的说法 也计划 因为你觉得 津养均衡 可能会有充足的 对比虚担计 地装 人有啊 居养均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